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金力智能手机eLife系列对于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海伦凯乐眼镜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在这里还要感谢选择珍珠选择美的金润珍珠 对于本节目的联合赞助播出 要欢迎来自真心瓜子和踏浪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的到来 欢迎你们 现在短信互动的号码已经打在了屏幕的下方 大家只要按照这个号码发来短信互动的内容 就有机会获得由金力智能手机eLife系列独家提供的智能手机一部 接下来认识一下金文天的三位专家老师 他们分别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资深的媒体人王瑞 王老师 欢迎王老师 心理学博士心理专家余季敬 余老师 欢迎余老师 下面将进入这个现场的是今天的第一对情侣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碰到了怎样的困惑呢 请看 谢谢 就那会儿他还有女朋友 就后来我也不要打了 他跟他女朋友就分手了 然后老师喝酒啊什么 我就觉得应该都关心一下他安慰一下他 吃饭啊 吃奶啊 然后我都屁条 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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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美的 就跟上 就为了他 我一个朋友都没有 大东西呢 我自己都拦得起来买早饭的时候 我贴着给他买 他就总是就说 哎呀 你回家好啊 就说得特别好 说得特别宏伟的那种 后来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他以前的那个女朋友 就回来了 你要是还喜欢他的话 但你就直接跟我说呀 本来是好好的 他一回来吧 就爱搭不理的 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怎么了 比我离开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这是小雷的一个心理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超24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网店的店主 女主人公小雷23岁来自湖南 现在自由职业 来 有请国庆两位 笑一个 笑不出来啊 当时你看到他那个笑脸是什么样的 我看那个有一行字幕啊 曾经因为你的一个笑脸 我爱上了你 是什么样的笑脸 就是那一次是 因为我是下楼梯嘛 可能我平时走的时候就蹦蹦跳跳的 就绊了一下 然后那个书就碰到他了 然后他就回头 他那一笑我就觉得 电到你了 不是 我就觉得 我就感觉特别温暖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开始 先调查他身边的哥们啊什么 就先打好群众关系了 你够痴心的了 那个时候他还有女朋友是吧 我知道他有女朋友之后 我就说 那就跟哥们一样吧 我没有就去破坏他什么 没有说你破坏 别那么害怕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 然后他们就分手了 他那一段时间心情特别不好 然后每天都去喝酒 喝得特别醉 也不好吃饭啊什么 每天早上我就跑到学校食堂 去给他买早点啊 我也不知道他爱吃什么嘛 星期一就是买那种包子和粥 然后星期二我就会买饺子 和那个那种豆浆 然后星期三我就会买那个饼啊什么 然后我就让他那个朋友 就偷偷地给他放到那个 还不是你去放啊 就不太好嘛 我就说让他朋友给他放到他的那个位置上 然后就平时大家一起出去吃饭啊 他要是喝多了什么 我就给他买点牛奶啊什么 你就这么伺候着他啊 差不多吧 就这样多久以后你成为了他的女朋友了呢 就有一次他生病了 感冒了有点发烧 然后我就找那个24小时 那个不关门的那种药店 发烧药啊什么 感冒药 咳嗽要买了一大堆给他了 可能是这个就感动他的吧 然后就慢慢慢慢 然后我俩就好了 谁表白的呢 这个口是我开的 说实话跟女朋友分手那阵子 我确实是只是把他当哥们吧 但是后来慢慢的 他成为了我生活的一个习惯 有这样一个人照顾着你 突然觉得很温暖 我就说你看咱俩从同学做起 从哥们做起的 大家互相知根知点 要是咱俩在一起 挺挺好的 乐坏了吧你当时的 你喜欢他吗 当然是喜欢啊 那你干嘛轰人家回去呢 毕业留在你身边 不就完了吗 他也可以留在北京啊 是这样的 我比他大两届 毕了业以后 我在北京开了自己的 那个淘宝网店 他是今年毕业 专业呢在北京 就是不是很好找工作 他妈妈自己一个人在老家 父亲呢在外地工作 他妈妈就是说 女儿我在就是家乡这边 给你找了一个工作 稳定工作 就是银行职员 希望她能回来 这个事一说呢 她肯定是反对的 当时我就说 我挺支持你妈 这个想法的 那你为什么支持我妈呀 那你在北京 不是没有稳定工作吗 我可以慢慢找呀 我又不是说 我不找工作 我肯定是为你好啊 你就是现在就是想让我走 这么说都是在找借口 他为什么事找借口 对那天 他那个手机在房里放着 一直响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他那个短信 就忘不了他 上网的时候 又有人跟他说 乱七八糟 说这么一大堆 我也忍住了 后来就我们朋友 就跟我说 那个谁回来了 问他有没有告诉我 那个谁是谁啊 我前女友 前女友回来回来了呗 但是他没告诉我呀 而且之前一直都特别好 就是在我发现 那个短信呀 聊天啊什么之后 他就开始 哎呀我觉得吧 你妈说的挺对的 你还是回家挺好的 然后你看吧 那个工作又好 你又不用在外边跑 然后还有钱 然后你妈妈身体也不好了 就找了好多好多理由 这是两码事 那之前为什么没有呀 就他回来之后就不对了 不正好赶上了吗 那为什么你待晚上吃饭 三哥也可以送他回家 你干嘛非得送他回家呀 而且吃饭 你干嘛要埋着我呀 你可以跟我说呀 你这种性格的人 跟你一说 你不得上房顶去接网去呀 你哪次跟我说我没有听 你哪次跟我说我没有相信你 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 就是说就是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嘛 这么说吧小超 你心里还有没有你前女友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那你为什么送他回家 我送他回家 那么完了还有三哥他们呀 都可以送你干嘛偏偏送他 当时三哥他喝的有点多了 我也知道他家住的啊 然后你要送他 你还得问你家住哪儿 怎么那么地的 然后他自己都喝成那样了 我说那我那我那我那是他的事啊 你到现在你都记得那么清楚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加根就没可能 那你前女友在心里还有你吗 确实像他说的他可能现在后悔了 但是他后悔了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我我已经 那你可以跟他说呀 我是想跟他说呀 那这你说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跟他好 你愿意说吗 我愿意 好从你们俩一上场的时候 我们就把你前女朋友的热线电话 就接在了我们的演播室 姑娘你好啊 喂 来吧小超 不是电话谁找的 你管他谁找的你说嘛 反正你想说嘛来 喂 你好 我们聊天你都听见了吧 听见了 你现在对小超还有感觉吗 怎么说呢 你说他心里不清楚吗 这也不用我明说了吧 之前 我们是曾经有过一段 很美好的感情 也给我记忆里留下了 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但是 是你当初主动 选择放开我的手 可是我们当时不是有原因的吗 我也是被逼无奈呀 我也不想的呀 你现在能说你心里 真的一讲就没有我吗 你心里是对心里 自如软的那个位置 真的没有我吗 这不是心里 有没有你的问题 是当时 你已经提出了分手 然后 我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 我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那么 你对于我来说 就已经是过去式了 是因为你非常痛苦 你最虚弱的时候 他趁虚而入了 不是 他趁虚而入了 他真的是在我身边 照顾着我 然后 我也真的是 真心的感动了 不是趁虚而入 我们相比一下 从我们之间的爱 到你跟他的爱 到我们俩从各方面 什么长相 气质 家庭背景什么的 我哪一点比他差 我哪一点不比他好呀 你是比小蕾优秀点 但是 那你再优秀 我们也已经是过去式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 首先是有爱 再一个 也需要两个人 坚定地走下去 既然你当初选择了放弃 那么 我也有选择 重新选择幸福的权利吧 可是 可是我当时 也是被逼无奈的 我也不想的 这么多年 我心里根本就忘不了你 你真的是这么愿 就这么愿意想要选择 还是放弃我吧 那你忘不了我 我当时给你发短信 说我们和好 你怎么不会有短信 当时不是因为有原因的吗 我真的是不想的 可是我现在 现在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沉淀下来之后 我终于想明白 我心里最爱的那个人 还是你 我相信你心里最爱的人 也是我 那么这样爱情 那我们为什么不考虑 再试一下呢 而且你刚才也说了 我哪哪都比较好 不是 你有一点说错了 我现在心里没有你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这是媒体人王老师 来 王老师 我想问一下你 前段时间你们两个的这个相处过程中 你觉得他有没有复合的意思呢 我觉得他有 你怎么判断呢 这只是一种感觉 你感觉错了 我想要给你解释一下 当初我 那么多简直就 咱们就打开天方说两话 你就来个明白的吧 到底是要他还要我吧 那我肯定要他呀 我当初选择不直接跟你说 是我觉得这个事已经过去了 没有再说的必要了 不是说我心里还默认两可 你可能是有一点立场上的误会 我现在吧 正在做节目 那个我想先修复一下我俩的关系 你能不能先挂了呀 多高兴 先谢谢这个小超的前女友 接受我们的访问 来 真心丘比特问卷 王老师 其实他的那个恐惧 我能够理解 现在很多女孩三大恐惧 长胖 卸妆 前女友 基本上女孩碰到这三件事 都会害怕得不得了 可是呢 我不得不说这个女孩 还是比较有心机的 天天给她虚寒温暖 所以呢这个小伙 现在就开始感动了 量变引起质变 感动之后 慢慢就有可能心动了 我觉得这个女孩 之前她的恐惧 也是因为小超 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 相信现在给出明确态度之后 最大的对手已经没有了 现在唯一的对手就是距离了 不想一滴灵 害怕她又被抢走 尤其是前女友 穷追不舍 两个人离开得太远 就万一要是有什么 刺咖的女生再对她好的话 那我又不在 然后 因为那个 我前女朋友的事情 她找了很多的证据 挑明了就是 不是证据 是你朋友告诉我的 她说让我小心着点 她说你不对劲 那你的证据 你确定的属实吗 三哥说的 你一定要相信三哥的话吗 我开始不相信呀 后来都说多了 我就信了呀 现在呢 刚才已经拒绝了 现在呢 现在我想她跟我说 你要让她对你说什么呢 说我跟她绝对不来往 那我说吧 小超那有几点 因为你在失恋的时候 情绪比较低落 这个时候呢 她来支持你 帮助你 所以有的时候呢 在刚刚结束一段恋情的时候 的确很容易进入第二段感情 说实话 这种感情 的确它的风险比较大 长了以后 你才能真正知道 理性下来 到底两个人合适还是不合适 所以这是我一个担心 第二个担心呢 为什么要离开 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 一个非常爱对方的一个人 一定会把最爱的人 留在自己身边 往外推 我相信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我问你个问题 你让他离开 你们最快再重新在一起的时间 一年 一年 一年的时间 差不多 只是客观原因 没有感情问题吗 没有 当然可能你是一个理性的人 也可能考虑比较现实 但是有一点 小蕾的个性 也需要你能够理解 他是追你的 他一直仰望着你 非常喜欢你 所以他的自我价值感 不是那么强 包括刚才 你已经和前女友 说了那么清楚了 他还要求你跟他讲 所以对他而言 他一天不在你身边 他就不踏实 也就是没有安全感 所以你要让他离开 他的时候 你要考虑这个因素 另外一个呢 小蕾我也说一下 一个规律 男人大多不太会珍惜 对自己太好的女人 有的时候这一点 恰恰就是把自己给爱丢了 你会完全把注意放他身上 而他会有一种压力感 所以这种不珍惜 其实也是一种心理学基础在里面 他会学习 不是买卖吗 所以呢 这份爱情 要经得住考验 包括刚才前女友的考验 也包括时间的考验 甚至包括空间的考验 不是仅仅你握在手里面 它真的永远就是你的 全心全意的付出 可以换来感动 但未必换得来心动 朝夕相处的陪伴 可以产生感情 但未必产生得了爱情 这就是我对于你们俩最担心的一个地方 在场所有的观众都可以看到 这个小蕾爱小潮 远远胜过于小潮爱小蕾 其实我认为这个小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生 有着这个灿烂甜美的笑容 可爱大方的个性 不懈追求的勇气 细心呵护的温柔 但太缺的是自信 你确实付出了太多的努力去获得这份爱情 所以你特别害怕失去 但是越害怕失去 你就会亏得越多 你们刚才在谈话当中说到一个三哥 我对这个比较明白 因为我的外号也叫三哥 我跟你们所说的那位三哥的心思是一样的 我觉得小超这个男人 不是一个非常笃定的男人 虽然刚才在万众目光的面前 拒绝了自己的前女友 但可以看得出他性格当中的不够淡定 他肯定不可能跟自己的前女友 做到老死不相往来 他也肯定做不到 在前女友窃窃的要求帮助之下 他会言辞拒绝 他的性格上面就有更多的因素 导致他会产生一些将来有可能伤害你的事情 而这恰恰是我们所不愿意看的 我们在座的人都看到 小蕾是个非常可爱的女孩 每当这个小超说了一句有利于她的话 她马上就像现在一样开心地微笑 所以我相信任何人一个人都不希望你受伤害 那么在这一点上就尤其要叮嘱小超 获得了像小蕾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应该像如火至宝一样 好好地就真爱她 我认为真实的爱情 确确实实的就是应该把她牢牢地抓在手边 而且小蕾愿意时时刻刻地守在你的身边 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那是有点理想主义的 我觉得如果说距离 真的能够让你们的爱情断的话 那就断了好了 值得珍惜啊 有一句话吧 只要有爱天涯静我之耻 一旦无情之耻一是天涯 如果说完全反对王老师的一切 在这个问题上我支持 我觉得对吧 我们动不动就说 到底是距离还是要那种很残忍的 我觉得是 我来拿这个东西做一个试金石 不是要做试金石 如果说他要用监视 或者盯住男人的方式 才能够锁住这个男人的心的话 这个爱情多可悲 这是不对的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一个女人如果以监视亏视的方式 这是不对的 但是你们刚才所说的距离 爱情没有那么伟大的 我们动不动说 这个年龄不是问题 身高不是距离 但距离真的是问题 所有的婚姻 内因外因都会起作业 没有哪个婚姻 真的能够地老天荒 完全经得住所有外界的诱惑 能够经历出所有距离的考验 可是 我觉得如果说真心相爱的话 能够经受得住那考验 别人说了呀 那个什么 一丈之内才是福安 那我都回湖南了 他在北京 那就不是了 监视一个人 有一天你盯不住了 他照样能跑 是我的我一定要争取 对 不争取就不是我的了 没错 但争取的方式 不能够是那种 就像王老师所说的 一天到晚就出一天 不是过激的 这个我没有 就与他充分的信任 他特老出去玩 我没说 而且我敢告诉你一点 如果你们一旦分开 你去了湖南 他在北京 一定出事 但这个出事肯定是被动的 他主动去出事 他不太可能 如果出事不要就好了 你那套巴弗罗姆求爱法 用在其他男人身上 一定可以出事 不是谁说我会出事 大家都觉得你会 我觉得我不会 你说你会被动的出事 你会被出事 那再被动 我也有自己的 是啊 虽然我们的这个说法 支持的这个角度不一样 但是大家 屈股一致认为 他一定会出事 那至少说明一点 他优秀嘛 听完朋友说过之后 我还有几个问题 想补问一下 来一起进入踏浪 黄甘酒 哪个是小超的朋友啊 这三哥 我怎么看见 叫三弟差不多呀 没办法 人家俩是否好 你在那挑那什么事啊 小超我要声明一下 那天晚上我没喝多 你是试他的是吧 那天是这么回事 小超给我打电话 说南姐回来了 咱一块吃个饭吧 然后我当时很诧异 你和南姐不分了吗 怎么吃什么饭呢 然后那天我就去了 然后旁边聚会们很高兴 我们酒足饭饱之后 南姐有一点喝醉了 当然我肯定没醉 为了避嫌 我说我帮你送南姐好不好 小超立刻就把我给卸绝了 他说他要单独送南姐回家 三哥啊 小超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小超 他只是性有一点绵 我感觉他平时对感情这方面吧 还是比较 比较果决的 在与前女友的这段关系上 他一直在持一个徘徊是吗 小超已经刺激下向我表格态了 说他是真的喜欢小蕾和南姐 已经完全脱离关系了 以后最多只能是做朋友 肯定不会再在一起了 我一直说我有几个问题要提 这个问题提完之后 供你参考吧 小超你现在心思在做节目上吗 在啊 说实话 我在啊 我在 现在此刻你的心思在做节目上吗 在就是在 不在就是不在 诚实好吧 有百分之七十在 你觉得家里出那个事 你还要坚持跟他做这个节目对吗 在他家他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等你的网店开好了 你可以搬到他那去 可是在这一年当中 也许有男生就追他 把他追跑了 也许有女生追你 你也变心了 这就是爱情的麻烦 你是要所谓那个理想中的结果 还是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守在一起 让爱情是开开心心 顺顺利利 自己想然后去做一个选择 不想多说什么 我只是想让小蕾记住今天 如果你真的爱他 长大了会体会他 那我想今天你不应该站在这个舞台上 应该是陪他回家 想明白 来一起黄金60秒 老婆 首先我想说 今天我们吵架了 对一个插曲 到了咱们的生命中 我觉得很抱歉 但是它已经是过去时了 我现在爱的人是你 我希望牵着你的手 坚定地走下去 如果你不想回家乡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好 我们 去跟你妈妈协商 我们一起在北京奋斗 咱不回家乡了 我知道 我脾气不好 老跟你耍小镜子 我知道我还有很多地方 都做得不够完美 但是我真的很高兴 我能跟你在一起 我希望以后 我能一直跟你在一起 我希望我们俩能一起好好的 我一定会改到我身上所有的坏脾气 起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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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也到了 咱还让他们回去吗 不回去了 不回去了 我都快看哭了 就站这吧 你刚才叫他什么来着 老婆 定一下婚好吧 然后借机就把他带回家 看看你父亲 父亲身体也不好 应该回去看看了 小花童呢 来 有请 我这借着拿着 给你的 打喝喝的 拿着这给我 求婚 打今儿节 我只愿意对你掏心掏肺 对别人狼心狗肺 嫁给我吧 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石 感谢金力智能Elive系列手机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礼物 我本来是让说这个你们就表达一下情感 我表达完了 你外话一下让我们其他人看看 小雷 我帮你这么大的忙 他请你喝酒 他请你喝酒 谁跟他喝酒 给我的 三哥 回去吧 祝幸福 谢谢 请回 希望他们幸福吧 希望小超的这份幽默 开朗 小乐观 能够有一生的热情 都给这个叫小雷的姑娘 祝他们开心 接下来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困惑 请看 房了有车了 看来可以给予的物质幸福都给予到了 可是这两个人 却出了大问题了 来掌声请出他们 有请 男主人公小高28岁来自吉林 是一位旅行社的业务主管 女主人公小高27岁来自北京 是一位幼儿园老师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怎么了这就 没有 我只是看见 VCR想起了以前好多的事情 小高 有房了 有了 有车了 有了 以前不是说过吗 有房有车就娶人家吗 我想娶的是以前的那个他 不是现在的 以前那个他是什么样的 以前的那个是温柔善良体贴 现在就跟泼妇一样 你说我变得不一样 你为什么不跟大家说说 我变得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 他生指了 我承认 他确实应该多出去应酬 可是我就不想不明白 你出去应酬可以 你为什么要跟你那些女同事去玩一些暧昧呢 没有 他指的玩也没是指的 就是接的电话多了 短信多了 就这些 他就说是暧昧 其实都是工作关系 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是是吧 我觉得这点可能是我做错了 之前我跟他承认过这个错误 趁他洗澡的时候 我偷偷去办他手机 因为那时候已经发现他不一样了 自从生殖之后 然后开始觉得我烦了 腻了 就是你服从管理了是吧 就是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在这个 他生殖之后就变了是吧 对 那他生殖之前是个什么样的 生殖之前我可以这么说 每天按时的回家 虽然挣的钱不是特别多吧 我们没事周末可能会去去搞点小浪漫 去个好甜的餐厅 然后偶尔去看讲午夜电影 到处去玩吗 因为他做旅行的时候之前也没那么忙 大半个中国我们都应该跑遍了 那会儿都好甜 这也就是他自己的心理反应 其实我变得并不多 就是比以前忙了 你是其实比以前忙了吗 你生殖上男人应酬去喝酒没问题 但是哪天不是男生酒气的回家 包括中午就是 一个月三十天 你有二十五天是最静静的回来 那五天不知道去哪了 你知道我怎么说 应酬嘛 喝酒也很正常 我喝多的时候 他经常不给我开门 我只能头晕晕的 然后下楼打车去朋友家 你不带钥匙的吗 我记性不太好 经常不带钥匙 他这个说的说出来 你会信吗 问一下 今天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只想问一句 我对你这么多年的付出了 从你一个什么都没有 从你最开始 我跟你在一起 我家里边就反对 我等了你这么多年 现在你有房了有车了 我只想问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还是那句话 我想要的是以前的那个你 那好啊 那你也变回以前的你 我不要求你每天都回家 但你最起码对我的关系 要像以前一样吧 你也希望他变回去是吧 我不是希望他变回 以前完全那样 因为我很理解 我是看着那一步一步 从一个小事远 做到现在的地位的 他估计应酬 可以 但是我希望你 什么公司需要天天应酬 也不光是应酬 另外和一些哥们朋友 在一起高兴 自己也想出去玩 是吧 对 他们这对情侣之间 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我估计这也是 小高伤得比较深的事 他们打过网络战 我给你们看一下 他们打网络战那个过程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来 这个旅行者是谁呢 这个旅行者就是小高 这个平是谁呢 就是小慧 小慧非常聪明地说 我扮演一个陌生女性吧 我来试探一下她吧 看看她探得了一些什么 这处右供啊 说你们不都在一起那么久了 不都要结婚了吗 她说了 刚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很新鲜 时间长了就腻了 没意思 又问了 说这个 你媳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她说了 太傲了 有的时候她这个性格 让我非常的生气 这又右供了 说你们俩的性格都差不多 怎么能生活在一起呢 旅行者答 我现在都想换一个 找一个更好的了 这篇最主要的意思 这个小高就觉得 自己的这个媳妇啊 花钱花得太冲了 所以他跟那个叫平的 说现在好女人不多了 像我这样的好男人 遇到这样的媳妇 哎呀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这旅行者说 哎 当初早点遇到你 我也就不用这么心烦了 据说这是特别让你建议的一条信息 是吧 你的意思是说 他在跟那个叫平的网友 有一些什么 是吧 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手段 我想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很多人都应该用过这种方法 只不过是有没有被对方发现而已 其实我也知道这样不对 事后我主动跟他道过歉了 你说哪些话是真的哪些话是气话吧 每次也都是吵完架之后说的话 那你还想娶他吗 我想娶以前的那个 就是你希望他回到重前 如果他回到重前你愿意跟他结婚 对 如果他回不到重前呢 恐怕我娶不了他 主持人你为什么不这样问呢 你总你在站在他的立场上问的是说 如果我变回以前他愿意娶我 你为什么不问我 能不能变回以前的他呢 哦 明白了 你能变回以前的你吗 我没有变 变的是他 我现在告诉你啊 我为什么会问他 如果你今天也是很自信的站在这 指他的鼻子说 如果你不变回以前那个听我话的你 对不起 咱俩分手 我跟你说再见 那我肯定要问你 我现在发现是 你非要说 我直接翻译了 按你那个我再问一遍啊 就是真实的内心问一遍啊 我跟你四年了 你不能说甩了我就甩了我 对吧 你别太过分 你只要稍微守点规矩 不要那个天天那么晚回家 你回来的时候不要喝得那么醉 差不多了 你给我娶了就行了 我刚才翻译你那个内心就翻译对了吧 所以我没法问你啊 我让三个老师把你变回去啊 他们可有办法了 我让他们给你变啊 小高你等着变回去你要再不去呢 变得了我 他们要给你变回去你再不去呢 我不相信有人能把它再改变回去 那你不是挺扯的吗 没人把它改变 你以此为条件 你说分手就分手算了 你还给人家希望干嘛呀 来真心秋笔特问卷 小高刚才说了 时间长了腻了 没意思了 让我详细大话细游的一句台词 说这个当年看星星看月亮的时候 叫人家小甜甜 现在我人老的猪黄了 就开始叫我牛夫人 我觉得就是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要分手而已 现在说分手 人家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似乎我要受到道德的谴责 受到舆论的压力 所以我就说你变了 你变不回去了 那我爱的以前的你 对不起啊 我其实也很爱你的 但是只是以前的你 所以我们分手吧 多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啊 只是一个理由而已 现在他跟以前还是不一样的 你跟以前一样吗 你体会不到 那好 不跟你开门还不出 你跟以前一样吗 我除了比以前忙了 没什么变化 他刚才说 这个我去考验他 其实我特别讨厌考验这事 我认为爱情不能够拿来考验 对没错 可是为什么会去考验 你要明白你跟女人 为什么会去考验 因为你跟别人玩暧昧 因为你一考验就一个准儿 玩暧昧去玩吧 把自己的爱和未来 全部赔进去 女孩 干脆又分手完了 它只是一个理由 余老师 女人在这个场所经常会说 我付出多少 所以这个时候觉得非常不平衡 为什么有这种不平衡呢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 自己一种托付心态 我这一辈子幸福快乐 完全就托给她了 她呢也是我的了 我曾经在网上看一篇小小的文章 文章的题目叫借用 说的是一对八十高龄的夫妻 非常的幸福 记者采访了这个老大爷 说老大爷 为什么你们夫妻之间 这一辈子都这么幸福呢 他说人这一辈子 所有的东西都是借来的 都不是自己的 包括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不好好珍惜的话 生命都被上帝拿走 我的老婆就从老丈人借来的 我每天对她好 如果不对她好的话 她可能随时被拿回去 所以这样呢 我就非常珍惜我们在一起 要看你在饥寒交迫的时候 她是不是愿意与你相伴相随 看一个男人是否真爱你 要在看她春风得意的时候 还是不是对你呵护备置 男嘉宾总是说 我喜欢原来的你 其实一切的珍惜都来源于回忆 是 原来的女方确实比现在要温柔 但你有没有想过原来的女方 今天谁来了 你好主持人 我是小高的表哥 我感觉我弟弟没那么差劲吧 是吧 他挣钱是不是都为这个家呀 如果他是不争取的话 今天不会来 今天来是我要求 我强烈要求来的 对吗 强烈要求来 他是执意不来的话 你不是他也来不了吗 对不对 他没有那心气 他是不会来啊 您弟弟现在什么心气啊 我弟弟呢 其实还挺喜欢他的 我们私底下喝酒 我们聊过这些 但是小贵呢 他有一些缺点 也不是没缺点 对不对 我弟弟呢 也有缺点 您弟弟的缺点是 我弟弟缺点是 他比较爱喝酒 因为这个是一种发泄 男人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可以发泄一下 他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可以发泄 那我怎么没有去发泄呢 难道我工作压力 我劝你 你不要给我吵 知道吗 翻手机看短信 做假特殼 套话 像你做这种媳妇的话 她能接受不了吗 那我劝你 做个智慧型的女人 好不好 你就觉得她不智慧呗 对吧 她样一个 您希望她怎么让 还是像以前一样的 是吧 以前是哪样 就是少过会一些 她的就是 她以前不用过问 你想 她们以前的生活是 我很悠闲 我陪着你去全国旅行 两个人经常溺在一起 她当然不问了 现在不是变了吗 你弟弟不也变了吗 我弟弟 我感觉和以前 没什么大变 我觉得这不是 做智慧女人 是做个愣女人嘛 要求她装疯卖傻 我是小慧的好朋友 在他们俩走过这五年 我一直在看着 其实小慧 你离开她吧 放手吧 这个男人 不配做你老公 真的 太不负责任了 你看到什么了 人就不配了 他外面有人了 你能确定吗 能确定吗 说你看到的情形 他们一块在吃肯德鸡 然后两人 有什么亲密动作 聊天 面对面 聊天算什么呢 对啊 就是有说有笑 然后还这样帮她去弄头发呢 哦 那是不对了 你看见了 对 那你干嘛之前没跟小慧说呀 我跟她说过 她特别傻 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身边的朋友 全部都不赞同 居家之罪和换公司 有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在你心里 你还爱不爱小慧 不确定 如果今天她提出跟你分手的话 我是说 如果她提出分手的话 你会怎么办呢 你同意吗 同意 行了 这就明白了吧 如果小高跟你提出来分手的话 你是同意呢 还是不同意 今天发到说到这个地步上了 你说分手 我祝福你 我可以向所有人保证 今后你找到任何一个女人 都不会比我好 所有的女人都会看到你的钱 看到你的地位 没有一个人再会像我一样 为你真心付出 好 分享清楚吧 我是觉得第一 小慧是变不回来了 小高 如果要变 你们同事都变回去 如果你心里还真爱她的话 你就跟她一起变回去 变回到从前那个互相信任 相亲相爱的那个状态 而不是说 一味地要求她去变 如果你真的想分手 像个男人一样 说出来告诉她 对不起 我不再爱你了 你不再适合我了 我们分开吧 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推给别人 我们勇敢去做一些事情 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吧 在这里我没想跟你争过什么 没想要过你什么 我只想听你在所有人的面 说出你到底想 你到底想怎么样 如果你真的不爱我了 请你大了方方地告诉我 不要跟我继续一种暧昧的姿态过下去 你实话实地跟我说 其实今天我应该听所有人的话 我应该特别消杂 特别消杂地转身走了 我真的应该是直接掉头走 但是我现在不想走 我就想看你最后的选择 我不相信这几年的时间 就这样直接就过掉了 会因为你所谓的借口 就直接pass掉了 全部都过了 但是我现在怕了 确实怕了 现在让你让我感到恐惧 真的很恐惧 好了 时间到了 小慧 小高 请回 来 请关门 我问问现场的观众 咱们现场有这么多聪明的观众 等一下 话筒递给她 谢谢 你多大了 十九 我觉得刚才那位男嘉宾是虚伪的 因为他不敢承担责任 连一个分手都不敢提出来 他已经不爱她了 女嘉宾非常的倔强 非要听她说出来 就说出来他已经不喜欢她了 就说其实那男的如果 如果直接说分手 人家女孩也不会纠缠她 对 他也不会再纠结 他就说可以自己再继续潇洒地活下去 他们十九岁姑娘看得对吗 我顶 我顶 我希望那位就是米嘉宾 不用再听她那个坚决的答案了 你可以高傲地对她说 Go out my life 我更顶 来 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你们是看好他们继续往前走呢 还是就此打住 来 请选择 即使再不被人看好的情感 也是有人满怀希望 希望他们能够走在一起的 在这个现场还有百分之十的观众朋友 认为他们两个应该订婚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这两扇门空着 我挺高兴的 因为一个人说出了实话 一个人留下了自己的尊严 还是那句话 虽然他们经历了五年的情感 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失败了 但是我们要祝福 曾经有爱的这两个人 能够在下一站 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真爱 依然 祝你们幸福 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那一情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坎坷 我对自己说了好几次 一切就大 虽然短 但是给我心里造成挺大的伤害的 就觉得对爱情缺乏安全感 我以前有一个月结婚的历史 因为没孩子 所以就分手了 和她在一起 我就感觉特别踏实 这个女孩挺漂亮的 而且挺质性的 就有小鸟鱼人那种感觉 我觉得她挺适合我 今年年初的时候 她就说她怀孕了 提出来说这个要买房结婚 结我们俩的名 就在这张房买下来了 我觉得生了孩子 有一个家庭 生活一定会非常幸福美满 即将走进幸福婚姻的他们 因为一场变故而面临分手 这是一场怎样的变故呢 这种分手有没有在今天 变成一种牵手的可能呢 来 掌声请出他们 男主人公老陈 三十九岁来自吉林 是一位酒店管理人员 女主人公彦斌 三十四岁来自北京 是培训教育师 来 有请有请 两位都曾经有过一段 婚姻的经历是吧 对 我曾经有一段 这个八年的婚姻 因为没有孩子嘛 所以就矛盾不断地升级 分手 您是因为什么呢 我之前有过一段 特别短的婚姻 那个时候因为比较年轻嘛 思想比较单纯 觉得有爱情了 就一切都有了 但是结婚以后 就是发现 我老公特别不上进 没有上进心 整天在家里面玩游戏呀 我觉得对这个关系失望了 然后我就主动提出离开了 应该算是净身出户吧 我就什么都没要 你在第一次离婚 多少年之后碰到的老师 多少年忘记了 但是我们是因为工作关系 那是保障 但我觉得 我说我给你保障嘛 你写我们俩的名 但是后来这孩子就没了 打掉了 不是我打掉的 那个时候也是到处看房 然后那个年龄关系啊 还是因为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 我当时呢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心里确确实实 给我打击也特别大 我觉得对你没什么打击 我打击是非常大的 就是这是你所希望的 不是 是不是 房子也写咱们两个的名了 万事俱备了 对不对 孩子也不要了 你现在这个说法和想法 真的是太偏激了 可以去医院去问问大夫 大夫也是说 这个流产真的是不可避免 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年 你对我基本的人品都没有一个认可 不是人品的问题 我现在甚至怀疑你道德品质都有问题 这个女同志她怀孕她流产 她多难受的事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她一直不喜欢孩子 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然后我见着小孩 我都是过去看呀摸呀逗 对不对 我们家就是说是三代单传是吧 然后呢我父母一直想希望 让我结婚早点有个孩子 我知道你特别在意这个孩子的问题 所以我想如果要是说 我马上当时告诉你 你特别在意你今天早点告诉我 是不是 你特别在意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后来别人没办法才说吧 是吧 不是那你现在为什么闹呢 就踏踏实实领结婚证过日子 生孩子去呗 他生不了孩子了 谁给他下断言 大夫已经说过了 大夫说这个他 好像是以后很难再合约 现在毕竟医院很发达 即使不是特别容易怀孕 不是才34岁吗 大夫只是说容易习惯性的流产 以后很难怀孕了 就是说 不是那你到底是爱他呢 还是把人当于生孩子的 爱是爱 但是说我觉得这 有幸福的家庭 必须有自己的孩子 是吧 这孩子是 尤其我父母那边 我父母那边就是说 想这孙子想多少年了 是吧 那可以用一些技术手段吗 你们肯定没问清楚 你到医院问了吗 咱们问那个余老师 习惯性流产就不能要孩子了吗 习惯性流产这是容易流产 但并不说此了 只要你流过一次产 医生就会说 你习惯性流产不容易怀孕 都会说这样的话 知道吧 按照这个医学 可以帮助的话 是有办法的 习惯性流产还是很多办法 可以干预是吧 可以干预 那行 现在我觉得老陈 他对我的这个质疑 是我接受不了 我最不能容忍的是 他竟然欺骗我 对不对 你觉得他值当吗 等于二十八九岁 人家就跟了你了吗 你到现在才三十四岁吗 你们交往这么多年 还怀了你的孩子了 他至于图这个吗 但我觉得他就是说 一直不喜欢孩子 对不对 他就是想要 我这一半的房子呀 我们两个人 竟然是奔着结婚去的 你认为我会 为了一个房子去 谋杀一个生命吗 当时我看你是挺好的 我没没看透你呀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现在 能变成这样 行吧 专家老师哈 相信你们有很多问题 也看到了一些问题 一起进入 真心 医院里有那个医疗记录 当时一查就知道 是自然流产 还是人工流产 就清楚 对呀 我就觉得这事不复杂 很简单的事情 与其在这争吵 不如打个车 到医院去查就出来了 老师您不知道 他现在纠结的 不是我自然流产 还是人工流产的问题 而是我不能再继续生孩子 不能提他 提他全中接代了 你稍等 因为这个 我还说完 他如果只是这个节的话 他去了就完事了 严明老师 曾经有一次 失败的婚姻 所以他对感情的 这种不安全感 那他总是觉得 拿掉点什么 才有安全 所以写上自己名字 觉得非常踏实 他要的是一种感情的踏实 假如燕冰 你能给他 这样一个决定的话 看他什么意思 看了他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现在 习惯性领产 我还是愿意怀怨你 也愿意结婚 如果你不愿意 房产上 虽然写了我的名字 你当时没有拿钱 对不对 对 那我 理所应当的进程处 我又没有拿钱 有没有跟他说这样的话 目前没有跟他说 但是这也确实 我心里这么打算的 其实你应该把话说出来 打消的顾虑 老陈呢 那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你可能有这样的顾虑 是不是 如果我说分手了 这个房产的问题 这个说法 就不好搞定了 是不是这个想法 所以既然都有这样的想法 把它拿出来 亮明了 问题真的不是很难 老陈啊 你比我年长 叫你陈大哥 问你三个简单的问题啊 你觉得婚姻的目的是什么 婚姻的目的就是 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 完整的家当然包括孩子 当然也包括房子 第二个简单问题 你觉得婚姻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要素是什么呢 孩子 好第三个问题 你和前妻分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也是孩子 这就看得很清楚了 老陈其实想要的可能不是一段感情 就是一个会生养的女人 验兵如果你无法做到的话 我也是需要有感情的 不用急着反驳 和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在一起 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陈大哥不用急着反驳 我现在要劝验兵 验兵如果你无法做到有一个孩子的话 那其实我估计也跟不了老陈了 这个能生孩子 我觉得你生孩子就是女人的事 你们现在努力过吗 就说未来一定会没孩子 什么努力都没做呢 那个陈老陈其实我这么想 他不努力也对了 他还结了婚 一努力也没生孩子 再离婚 那就更苦了 验兵啊 如果分手 你愿不愿放弃你一般的房子 我不愿意让老陈这么误会我 我肯定是要把这个一般的房产让出来的 老陈 如果验兵愿意放弃这一般的房子 不写他的名字 而且他也能够再生成 你愿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那当然是 我们说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娶妻娶妻娶妻生子 你要房子我要玩 这其实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 也没什么好说的 但关键是 夫妻之间不坦扯 谁都没有勇气 把自己心里面那点小伎俩说出来 有一个情况是很可怕 我们来试想一下一个情景 验兵怀孕了 在里面产房 丈夫老陈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 到底是男是女 大夫出来说 只能保一个 保孩子或保大人 老陈会怎么说呢 大家应该知道吧 保孩子 想都不想都会保孩子 那我想想 我所想到的是 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刻的话 这个婚姻还有什么意义 一个男人呀 要自己的孩子 没有错 我没说有错 你听我说完 你们别打仗啊 坦实地来说 作为一个女生 34岁 这些年都别了这个男生 而且站在这里 经受了流产的痛苦 还要经受人格上 道德品质上的质疑 这是一种污染 如果是一个有志气的女生 我不要在一边房子 我掉头扭头就走 找你的生意 集齐去 你就完全可以 应该这样说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 掉头就走 就是因为我觉得 这些年跟老陈相处在一起 我很珍惜 我们两人之间的 这种关系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在一块 共同生活的那些年 还是让我感觉到 一种家的温馨的 那你为什么那么在乎 房子要写两个人的名字 我觉得我还是内心 有脆弱的地方 就是因为第一段婚姻 没有给到我一个 很好的保障 我让自己的家里人 包括我自己 都吃了不少的苦头 所以我想这次婚姻 我不能再这么 轻率地去决断 真的 所以我说老陈啊 其实男人想要个孩子 真没错 你也这么大年纪了 但和你真正走过一生 都是你的妻子 最后一句话的分量 是最重要的 好好参考参考这句话 今天也来了一些 亲戚和朋友 听听他们意见和看法 来一起进入 《踏牢旁观者亲》 今天来的是 给介绍一下吧 我朋友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这老陈 我们是朋友 好多年了 他跟前妻 离婚的主要原因 就是没有孩子 所以他已经都 四十多岁的人了 就是现在来讲 碰到这么一个 合适的 这么一个 能走在一起的伴侣吧 不是 他喜欢他吗 我认为还是喜欢 尤其是 他怀了孕以后 作为老陈 就我这老弟来讲 他心情那 那讲话 可以成是 那就 很高兴 那个心态吧 那人也不想流产啊 我想 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才能让你能够 稍微平静一点地 接受这个事实 我也不希望你 你怀疑我对你 我对你什么样 你值不得 是吧 老陈 你想吃什么 人家愿意放弃一半的房产 够丢人了 别再继续下去 三十四岁的高龄的孕妇 一旦是流产之后 很可能终生不育 他会拿这事开玩笑 你女人 而且人家都已经说了 我那一半我不要 我干中的不是你房子 咱还丢人干什么呀 他现在是说不要了 对对 这事我看很简单 就是有足够的爱 还能继续 没有足够的爱 就说再见 只不过大家把再见的 这个理由和条件 开裂地清楚一些 不要再彼此去伤害 对吧 那翻回头台说的话 人家这么一赖 你就说 也许就是因为 这一次流产导致的我 以后就不能生育了 那你老陈 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就事情就耐不住 换角度 如果他要这么提出 这个问题 老陈你怎么考虑 他说这就是个事实 怀孕是他的孩子了 你承认那是你的吧 这好像比房子 最终是我承认 承认吧 承认 就因为这个 他不能生孩子了 这对女人来说 多么的痛苦 你对人家负什么责任 所以别吵 别老觉得自己 什么都有理 都想一想 下一步该怎么走 然后去表白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老陈 我想先跟你说 我觉得 现在 这些事都过去了 不管是房子 孩子 反正 现在都已经 都过去了 我想 我现在就是 唯一想问问你 咱们两个 相处了三年多的感情 我不想这么轻易地 就放弃掉 我还是愿意 再继续跟你 在一起生活 如果我没有孩子 或者说 我尽量保养好 自己的身体 以后 好好地跟你过日子 你愿不愿意 跟我生活在一起呢 我当然希望 你过得更好 我觉得 你说这么多 我感觉到 有一些意外 但是我觉得 咱们之间呢 都应该 更慎重一点 我想 我需要时间 来考虑 这个事 如果你对我的人品 有任何质疑的话 我现在愿意放弃掉 我这一边 办的房产 真的 我觉得 我更看重的是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 这个三年的感情基础 我觉得房产 是 你说这个 我觉得我 我挺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进来 好 时间到 都说出了心里话 那两位请回吧 一会儿选择的时候 慎重一些就好 来 请关门 生活真是无巧不成书 曾经的一段婚姻 因为孩子的问题 走到了尽头 如今即将开始 一段婚姻 又要因为孩子的问题 是无疾而终呢 还是继续往前走呢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请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面对这样一段爱情 你们是看好呢 还是不看好 来 请选择 现在有45.83%的观众朋友 觉得他们还应该继续往前走 所以他们自己是从何选择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之后我们请他们出来 来 5 4 3 2 1 请开门 5 4 3 2 1 请开门 这大概只是在这个现场 他的一种选择的结果 他选择离开 他自己也说 他还有一些 需要一些时间 去做一个考量和梳理 还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吗 老陈 我觉得 我们两个人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你不还会对我的人品 有这种 确实是 让我觉得 很伤心 今天在这个节目现场啊 真是感受了很多东西 好像今天这个节目现场当中的女性 比男性都更懂得什么是尊严 我们的男人是怎么了 勇敢起来吧 勇敢地表达自己的心愿 坦诚地面对曾经爱过 或者正叫正在爱过的另一半 我想只有坦诚 两个人的情感 才能往前走 本节目是由 金利智能手机 E-Live系列赞助播出 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 选择珍珠选择美的 金润珍珠联合赞助播出的 当然还要